再来带您关心俄乌的最新战情 俄罗斯日前放话 周三是最后通牒 要求马里乌波尔当地的守军要投降 不过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已毒不回 尽管双方针对了撤离平民已经有达成共事 不过乌克兰指控因为俄军攻势未停 导致平民出逃的任务再度失败 可以看到民众抱着宠物又带着简易的家当 在军人的护送之下等待撤离的巴士 不少人都得暂时离开家园 难过跟亲友来拥抱道别 不过乌克兰的副总理他就表示 俄罗斯并没有遵守承诺 由于无法控制地面部队持续的攻击 导致人道走廊无法顺利的运作 根据总统泽伦斯基的最新谈话 预估还有12万的平民被受困在马里乌波尔当地 另外为了获取更多的时间 乌克兰的谈判代表也伸出了橄榄枝 向莫斯科当局来喊话 表示愿意在马里乌波尔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